大家好 歡迎收聽 臥草喵政治 我是臥草的總編萌萌 我是臥草的范 臥草喵政治每個禮拜幫大家 喵一下台灣重要的政治議題 你還記得我們前幾集有聊到 那個立法委員選召委 還有立法委員的制度嗎 然後你在節目最後有告訴 我說可以觀察幾個立委名單 指標性的立委 然後其中一位就是國民黨的 陳玉珍女士 她是內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也就是像主席一樣的身份 然後我今天在看那個 反正我就是翻新聞 就看到中央社有一個標題 她就說 陳玉珍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喔 刺激囉 後面後面 蘇貞昌說 她沒資格當國會議員 喔 就嗆回去 這問題蠻嗆的 這蠻嗆的 不過其實我幫她還原一下 因為其實她是在一個質詢過程中講的 那個會議其實我們的記者很有趣聽 那我們又討論一下到底要不要做這個點 但是因為其實我幫她講話就是 因為陳玉珍委員來自金門你知道嗎 她就對她的角度就說 欸 那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啊 那這個領土這個這個治理的地方 包括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啊 那以利寮人的角度的一點就是 台灣就是台灣嘛 那金門 如果你講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好像金門算什麼 所以她其實有這樣的脈絡 幫她解釋一下 所以我們沒有出這條新聞 就是我們沒有強調這個點啊 OK 那她其他有其他一點可以強調 然後反正就這個新聞 新聞嘛 新聞事件 就是讓國民黨竟然為了這件事情 出了一個聲明 下午又發了一個聲明 她其實下午就是有點像回應 因為蘇貞昌好像有點兇嘛 所以她的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啊 就有點像回嗆 就說提醒蘇貞昌 她自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然後呢 不是台灣國的行政院長 我這邊插個嘴好了 我剛剛一直聽你講說 台灣中華民國 為什麼要強調什麼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跟台灣行政院長 不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就不一樣喔 我想想看喔 大家可以拿出手邊的護照 護照會放手邊嗎 好 沒關係 你們的護照封面上面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雖然有一個英文字寫的 台灣 對 但你在網上看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英文字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隸屬於中國 就是中國的什麼什麼 對 然後當然她的中文名字叫做 中華民國 那如果你再回頭看 憲法 欸憲法大家知道 好像是台灣這個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法對不對 那個名稱 法律名稱叫什麼 就叫中華民國憲法 不是台灣憲法真的 對 對 是中華民國憲法 好像很少思考這個問題欸 就是不會去質疑說 你的國民到底有沒有一個憲法 來規定你叫什麼名字 對啊 而且像 我們憲法本文啊 其實就寫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受全體國民之復託啊 依據孫中山先生 創立中華民國等等等等 所以其實欸 我們都憲法規定的法律名稱 可能還是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國 可惜 而且在這個下面喔 更尷尬的是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法律叫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就有講到 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包含什麼 像你剛剛 像譬如說剛剛有說 欸台灣的 這個治理的包括什麼 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這個在法律上叫做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 不是台灣國 不是台灣國 叫地區喔 在我們法律叫地區喔 那我們還有一個地區叫什麼呢 叫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的範圍是哪裡 是指台灣地區以外的 中華民國領土 欸這樣很奇怪喔 台灣地區以外 可是台灣歷史 在台灣地理 你說台灣地區以外 還有什麼領土 對啊 我都不知道原來 很幽默喔 很遙遠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叫台灣 對 也是我們的領土範圍 他怎麼定義啦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邊的領土 就是我國 中華民國的領土 只是他叫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以外的 中華民國領土 沒錯 那這樣很詭異欸 好像比較常聽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台灣或是中華民國 是他們的一份 但是我們比較少聽到說 中華民國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沒錯 但是我們的法律裡面 其實就等於是這樣子寫的 我們就是把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當作我國 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 只是呢 我們現在只治理了 台灣澎湖經營馬祖 所以難怪你上次跟我講說 我們的內政委員會 有包含兩岸市議 就是把對岸視為我們的 我們負責監督大陸委員會 對岸的負責監督立法院的委員會 是內政委員會 是內政事務 因為是我們的領土 那內政怎麼會外交呢 但是因為基於法律是這樣寫 對 從憲法這各種法律一降 都是把我們自己當作 是有這個很大的一塊領土 包含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好啊 你回來把那個聲明講完 聲明講完 剛剛說什麼 常常常 沒錯 蘇貞昌院長應該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而不是台灣國的行政院長 所以他對國民黨的聲明裡面 他有強調一個點就是說 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治權包含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他這邊就有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中華民國治理的範圍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但是他的主權獨立的國家指的其實是說 我們的主權是包含整個 所謂大陸地區的 只是我們治權 只有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所以他在這個聲明裡面都沒有忘記 要反攻大陸的基督 他們蠻熟悉法律的 對 雖然我們聽了這個陳昀貞說話很刺耳 但是你看我們的真的要什麼憲法 這些法律規範還真的長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的國民黨聲明後來就說 民進黨你竟然完全執政 你要改國號國民 你就應該推動合法的修憲程序 交給民意決定 不要欺騙百姓 那現在真正的民意到底 這也是另外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有多少 我們法律的框架 雖然這幾十年來制定的東西 好像我們還是一個大中國 是一個中華民國體制 但是我們的人民到底覺得 現在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呢 這就要看有一個政治大學 其實他們有做一個很長期的研究 在調查台灣民眾 對於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認同的 一個趨勢的分佈 有啦我知道這個統計 它是從1992年到2019年 一個長達26、27年 我的數學 你算你的年紀好 那我就27 對27 差不多30年 其實也蠻有代表性的吧 對 然後這個研究其實主要就是在看 台灣民眾 就是對於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認同的趨勢變化 對我記得他有講他怎麼問嘛 對那我來問你好了 好今天你是我的受試者 請問請問 他這次電話採訪 我有看到他就說電話採訪說 萌先生 萌先生 你好 我們今天來做個調查 好請說 在我們的社會上 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 等一下你講話語 中國人還是都是 我覺得我台灣人 謝謝你 好 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子去統計每一年的 大家投說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都是的一個比例啦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訪問數據也蠻可觀的耶 對他其實問的樣本數蠻高的 對一個全國性的民意調查而言 有六千然後也有到兩萬 又過萬 對 每年不太一樣 這個圖很想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簡單的 我們先用文字記述給大家聽 我覺得這個圖表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 搜尋有討妙認知 我們會丟給大家 對或是 或是繼續聽下去 所以我想說我們還是講一下這個有趣的數據趨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你剛剛說我們就從台灣人開始看好了 好 17%的人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喔 只有17%喔 其實沒有很多 哇怎麼這樣子 然後 可是一直到了2019年 最新的調查 就慢慢升升升升升到將近60% 喔58點多 而且這種台灣人是說 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 就是我也不是中國人喔 我不會說我兩個都是嘛 就是我只是台灣人 你的回應就是 就我剛剛問的問題的時候 你說自己是台灣人 嗯哼 你回答了這三個字 你不會說都是 因為都是會在另外一條統計上面 然後從17%到58% 其實漲了4成 漲了4成 其實蠻可觀的耶 這樣子的比例 對 然後如果你說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一開始是25% 就是1%的人口 欸不是人口 就是4分之1的抽樣 他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那這個%是比自己覺得是台灣人的% 數值還要再高個 就7-8% 1992年的時候還是中國人比台灣人多 所以在1992年的時候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 還是比台灣人再高一些 但是有趣的是 剛剛我們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比的人 是慢慢上升嘛 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呢 卻從25%降到了 降降降降降降降 只剩3% 所以他降了20 20%就幾乎歸零了 嗯 就在那個底線洞洞這樣子 只有3%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兩個線的時候 你就會好奇 那個死亡交叉點 呵呵呵 死亡交叉點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兩個數據去疊在一起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的交叉點發生了一些 重大的心惡事件 其實他早期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印象 就有一個事件叫千島湖事件 那就是其實就是有台灣的旅行團 然後就去到中國 然後被等於是當地的歹徒 就是殺害然後搶劫 但是因為中國當局官方的那些處理方式非常的差 不管對於受難者家屬 或是對於這個辦案的過程 或是對於媒體 台灣的媒體 過去採訪的媒體 都非常的惡劣 所以那時候台灣人就會覺得說 都什麼時代 還有人這樣搞 因為台灣那時候已經是相對民主開放了 大概1994、1995年的時候 所以就覺得很誇張 開始覺得說 原來中國人的嘴點是那樣 那我跟他不一樣 所以我不是中國人 你有沒有發現 在發生很多這種歷史的重大的 對人民的破壞的時候 大家都會重新檢視一下自己的 對 原來我自己是什麼人 所以另外一個台灣人認同 比例成長非常多的事件 就發生在1996年 台灣第一次的全民直選 總統直選 那我們那時候在總統直選的過程中 很奇怪的 就是對岸 中國非常不喜歡看台灣人 自己選票選出自己的總統 所以他同時就是在台灣的海域四周 就飛彈失色 就是演習這樣子 我真的沒有記憶 1996年 你那時候你好像三歲 對不對 對 有時候你沒有記憶很正常 我已經 好 算了 對 好 那個從1996年到97年 就是投票的那個過一年 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從24% 成長到34% 漲了4% 這是一個劇烈的上升 對 因為同時會講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這個島嶼上的人 就2300萬人 當時沒那麼多人 但是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自己大家共同做了一個決定 不管那結果你喜不喜歡 但是我們會開始有一個圈圈就是 我們要共同承受大家做的決定 對 我們就是自己人 那我們共同做了一個決定 那這個人跟不是中國人 因為跟對外沒關係嘛 我們這群人是有個新的認同 就是台灣人 而且再加上對面那個人 又一直在那個時候丟飛彈打你 大家會覺得說是怎樣 所以更覺得說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人變少 然後覺得自己台灣人會增加 所以慢慢開始有些這樣的轉變 然後我們到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中國 台灣人認同 然後一直長長長長長長長 然後在我們最記憶有心的太陽花 等一下你說政治正確要怎麼講 叫318運動 或是立法院佔領運動 你為什麼不堅持 好啦沒關係這個東西 我們下一集可以繼續來探討 為什麼不要叫太陽花運動 318運動 它竟然高漲到了 台灣人認同 六成到60% 雖然最中間有小跌一下 不過現在也是58% 大概都還在誤差範圍 就是一個高峰 但是中國認同就是逐漸下降之後 到現在就再也沒成長 其實大概從2010年左右 就是在3%上下就起不來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我們也可以來看的 這個統計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都是 都是的這群人 它在比例上是46%到34% 其實它整體來看是慢慢的 緩緩的下降 慢慢的在下降 所以我跟某某在聊說 欸為什麼這個 這一個數字 它是好像沒有受到所謂歷史重大的一些新聞時事 有巨大的變動 好像還是社會上有一定比例的人認為 游離在那個台灣跟中國人的認同之間搖擺 我覺得這個數據其實跟有點像 就是一個台灣民主化過程的近代史的演變嘛 所以你看那個完全是中國人認同的人 慢慢慢慢的凋零 那其實就是因為很多早期真的 不管是受黨國體制的教育 或是它也許就是從中國來的中國移民 就是當時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人 那他真的是認同中國人 但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就會慢慢的消失 那再來覺得都是的呢 他們可能就是 他們同時也接受過這個中國教育 就是我們過去的這種黨國體系的教育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說 我小時候就讀我要反攻大陸啊 我們要解救大陸苦難同胞啊 所以他會有一點中國認同 但隨著民主化開放之後 他也會慢慢覺得說 我們就共同在台灣決定這些事情 我們會好像也是台灣人 所以 他同時這兩個認同都存在 所以就有些人會覺得 像那個新上任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嘛 江啟臣就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等等 或是有些人會說 我們文化上中國人啊 或是我們協同上中國人等等的 還會有這樣混用的情況下 那我們要不要來預測一下 你說多年之後這張圖會長怎樣 對啊多年之後 欸我們不錯 我們可能十年後再聽這個恐怖 好恐怖喔 我們不要到時候自己打臉 你覺得呢 所以依照這個趨勢的話 應該就是 覺得兩者自己 兩者都是的 最後也會長得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一樣吧 就是慢慢慢慢的減少 然後完全覺得自己是台灣人的增加 而且我跟你講 你不要忘了 這個統計的時候 我去看他統計的時候 還沒有發生 那個武漢肺炎還沒有爆發 喔對 只到2019年而已 我可能咻我上去 沒有沒有 我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不要把我隔離 不要讓我入住旅館飯店等等 那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2020年的統計結果 可能又會咻 又會提高 兩者落差又會更大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 單純從這個統計的結果來看 整體的台灣社會 還是對自己是台灣人 並且用台灣這兩個字 來認同自己的國族或是身份 是這樣定義的 不過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在我們的憲法上 我們仍然是使用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作為我們的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的理解 而且我們就是法治上 對還是一個大中國的角度 去建立這個法律的制度 但是我們已經 明明大家都會覺得自己 欸我們是台灣人了 卻還是穿著一個 就很像那個嘛 我們明明覺得自己台灣人 卻穿著一個不是我們屬於的 不屬於我們的中國人的衣服 這種感覺 那曾經那套衣服 我們是舒服的 曾經喔 我也不知道曾經舒不舒服 可能當時他是立那個法的時候啊 喔 不是那個當時的情況下 因為畢竟也不是民族制度 喔 所以等於是有點像是被強加了一個 這個中國人的衣裳 給在很多台灣人身上 現在大家逐漸覺得就是說 欸沒有啊奇怪 我們明明就是台灣人啦 所以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 要來換衣服了呢 你說視線嗎 就是修憲啦 就是從新的 有人做過這件事嗎 就是說 欸大法官大法官 我想要改名 我記得之前 早年曾經有人對於就是領土的範圍 提出視線 但那時候大法官是覺得 啊這是政治議題 我不要處理不干涉 對 但是現在 現在其實 因為相對開放 民主開放了 也許這個議題 越來越可以討論 但休閒的話就是 要門檻蠻高的 大家要一起來推動 才有機會成功 那我們就感謝陳玉珍讓我們 正視這個問題 感謝國民黨 以及感謝陳玉珍 對 不然我覺得平常也不會特別聊到說 憲法是這樣 對啊 其實也要強迫我們自己 正視這個問題 對 我們雖然很希望就是 大家都叫我們台灣啊 我們的國民難道不是台灣嗎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 我們的法律確實還沒有修正 我們現在 確實還是叫中華民國 但你覺得如果今天好 我們歷經各種萬難 把我們的名字 從憲法上改成了台灣 這件事對於國際地位 或是說政治局勢上 它有什麼代表性嗎 或是說它也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如果這樣講 如果你突然改名 能不能夠幫助我們 加入更多國際組織 我覺得不大可能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這個機會 但是 我們只是好好想要 叫自己的名字 有那麼困難嗎 你就 就改名 你想叫什麼 就叫什麼吧 不會讓我們更好加入國際組織 但以現在的處境 反正也不會更難了 呵呵呵呵 nothing to lose 不會更糟了 那你們趁這個機會 來好好的 去讓我們國人想一下 說欸對 我們應該好好的 稱呼我們自己 我們就應該叫什麼名字 叫台灣 我們就叫台灣 就好好的來重新 訂定我們的法律吧 然後我們這一集 一個會在禮拜三上 因為要清明點假了 對對對 快要放假了 有什麼計畫嗎 什麼計畫 就希望大家在家裡 能夠好好聽我們的 臥草苗正志 我們現在臥草苗正志 已經登 已經成功到哪裡 Spotify Spotify 那到底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不是知道 因為我覺得弄得好困難 呵呵 成功地上在Spotify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返鄉的時候開車停 對應該不會開開生氣吧 呵呵呵 不會啦 越來越生氣 好 對所以 我們今天有談到的 這些題目 都在我們其實 臥草的相關文章 你們分享 大家也可以去搜尋 或是找我們相關的連結 那也歡迎訂閱我們臥草的 臉書IG 還有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這集也會放在YouTube上 上面應該會有一些 圖表的畫面 就讓你聽的時候 可以更清楚 那這個最後不免除的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希望你可以定期定二 支持我們做更多更好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 親民過後 連假愉快了 連假愉快 謝謝大家 掰掰